歡迎收看二分級強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有人說這個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 真的 對 是不是這個旅行是最好 得知識的這個方式 但有些地方一輩子一定要去一次 而且什麼地方 你可以借這道給我們一下 例如說羅馬的經濟場 那一定要去的嘛 是不是 這個是世界的遺跡 是不是 然後再來是北京的萬里長城 這一定要去的嘛 這是人類的 我跟你講 已經無法到達的一個目標 是不是 還有另外一個 哪個 這是我最想去的 埃及的金字塔 天啊 那個是外星人來蓋的 一定要去啊 講得頭頭是道 那這三個你去過了嗎 一個都沒去過 那你剛剛跟我聊這些是幹什麼 不是 我也有自己心裡面一些醫生要去的 一次的地方 那你有一輩子一定要去過一次 對 哪裡 說說看 你說羅馬經濟場我沒去過嘛 但是南門市場我去過 裡面東西還滿好吃的 那你剛剛講還有萬里長城嘛 萬里長城我沒去過 但是曾國城他家我有去過 還有裡面滿多紅酒的 然後你最後講塔嘛 是金字塔嘛 那我沒去過 但是鱗骨塔我有去過 我有去裡面先幫你看站位子 所以說我去裡面 就覺得那地方還不錯 一上半 其實你幫我看什麼鱗骨塔的位子啊 你 沒有 因為 我就說覺得我們是好朋友嘛 就是有些地方 醫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我先幫你去看看 這真的好心耶 這些地方你都沒去過 你要聊得跟什麼樣 有些很多地方 一輩子一定打死都要去過一次 所以這三個我就去了兩個 真的嗎 對啊 怎麼能去 那有一個還沒去是什麼原因 就是 藍門市場你有去過 不是 就金字塔還沒去 我覺得很遺憾 對啊 那應該要去 上次有在埃及邊緣走 但是沒有到那個太羅裡面 對啦 我們今天就要講說 有些地方真的是一生一輩子 你一定要去的地方 但是 去一次就好 為什麼 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 你罵髒話喔 不是 我就說一次就可以 快點噴啦 其實一次就可以 對 但是因為去的過程有點艱辛 有些是周車勞頓 對不對 但是你覺得一輩子 只要去一次就好 很多人不這麼認為喔 今天要來探討一下 所以我們也請到了 總怪這輩子實在太短 只因世界太美 根本看不完 我們的藝人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當對面呢 花光積蓄都在旅遊 所以出國只能窮遊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歡迎 世界各地有很多熱門的景點 但今天聯合國來賓們 要來告訴你 這些熱門的景點雖然必去 但絕對不會再想去第二次 是什麼原因呢 馬上來看看吧 先來討論一下 台灣的景點 各位 各位外的朋友 為什麼 散懂醫生 散懂嗆喔 台灣醫生要去一次的地方 我剛剛不是都講過了嗎 為什麼 錄一錄都有鄉音 我剛剛不是都講過了嗎 沒有 除了你講的這些 外國朋友 可能認為台灣的景點有一些是 對啊 怎麼可能 要亂講話 哪裡 這個是墾丁 墾丁啊 墾丁要去啊 墾丁要去啊 但為什麼不能再去第二次 因為我四年前去了墾丁 我四月去了 天氣很好 然後他們的海邊非常美 然後墾丁國家公園也很不錯 我那邊騎了腳踏車 所以在墾丁可以騎腳踏車 再騎摩托車也可以玩水 是啊 也可以吃很多 那為什麼只去一次 但是為什麼只要去一次 因為就太貴了 這是認識 最近大家一直在討論的事 對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看講就好 我們不敢講 對 真的 因為我跟台灣朋友去了 他們說不要訂 那邊一定有地方可以住 但是我們到那邊的時候 什麼的房間就都客滿了 然後找到一個地方 其實沒怎麼樣 一個房間五千塊 哦 我覺得像那個房間在台北 應該價格會一千二 我們早上就吃了一杯咖啡 跟兩片吐司 就沒什麼 然後五千塊 哇 在台北一個就五千的房間 可是你這個應該是那個 很熱鬧的時候 對 沒有 我們去了四月 你是四月 他應該是在老街那邊 我可能說我最近發現說在 如果你避免老街這個地方 比如說你請幾次大概五分鐘 我們前幾個月出外景 你在墾丁那邊 我沒有騙你 一個晚上八百塊台幣 而且它是那一宗民宿很漂亮 外面還是看得到海 可是它不是老街 如果你去那些豬蹄曲 不是豬蹄曲 那個豬蹄 豬蹄什麼 豬蹄飯店 對 豬蹄飯店的話 那肯定很貴 所以你只要避免那個地方 就是要有一點技巧 就可以一次 一耳栽在耳上的去 他們的老街很貴 因為我常常在台北去 也是吃香腸 叫這個小的香腸跟大蒜 這個台北應該二十塊 對 才肯定八十塊 所以四倍貴 我很喜歡去那個 上水的摩托車 那邊的 往上水的摩托車 十分鐘一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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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扯了吧 那我覺得 這個地方 這個是什麼地方 九份 九份很美啊 這怎麼了嗎 其實九份很 就是它是一個古色 古香的一個很浪漫的地方 對啊 超級美 可是去一次就可以了 為什麼 真的很小 非常小 你忘記的時候 很擠啊 它很可怕 它只有一條路而已啊 對啊 而且那邊的食物 沒那麼的好吃 我自己認為 我覺得泰鲁哥 真的 怎麼可能 這怎麼了 怎麼快去耶 真的 真的 泰鲁哥真的非常漂亮 這台灣之光 對啊 非常非常漂亮 可是超級危險 哦 外面空氣很好 可以吃的 吃的東西 一般吃不到的那個野菜 野味 是 可是超級危險 我回家的路上 很多石頭 一直掉下來 一直掉下來 真的假的 我真的很怕 被石頭擦到 會死掉 哎呦 所以我真的不敢去接耳吃 去一次就好 妳那邊要戴安全帽 對啊 戴安全帽 比較安全 對 去就要看命格啦 可是我很擔心 我一定沒有啦 已經沒有安全帽 可是艾莉 妳就算沒有被石頭砸到 妳這張是站在 快車道耶 妳在幹嘛 哈哈哈 誰站在快車道 妳把照片拿起來 對 她站在快車那邊 車子來轉換那個 對 那個根本就已經沒有路邊了 人家說天災可怕 人禍更可怕 是不是很可怕的 是不是過來 真的要看吧 真的拍照也太危險了 荷花山確實 它是相當有代表性的一個地方 雖然它不是台灣最高 但是它是最容易下雪的一個地方 漂亮 但是相當危險 為什麼呢 因為是很高的一個山 很容易得所謂的一個山症 剛剛我就不要站在快車道啊 沒有 沒有 不是 我跟你說 除非你是運動員 或是 或是可能就是習慣爬山的一個人 不然真的相當危險 我跟你說 我一個義大利朋友 他來台灣跟我說 他要去爬山 你要去哪裡 我想說 遇上太累嘛 然後去荷花山 但是你要小心喔 他跟我說你不用擔心 我今天去看中醫 他給我一個東西叫做 洪景天 他就是中藥 洪景天 他說 他說吃一顆就好了 沒有問題 他們到最高峰的時候 他開始覺得不舒服 他已經有吃這個洪景天 可是我跟你說 完全沒有什麼效果 他的眼睛開始中起來 然後頭很暈很痛 然後他跟我朋友說 我很不舒服 我需要坐下來 然後我朋友很擔心 他讓他坐 他坐了之後呢 他直接昏迷了半個小時 真的 因為他得了作為的高山症 然後他們馬上拿出來 他們有別人來 他們拿了那個西藥 要吃 然後他慢慢地恢復起來 所以我想說 除非你完全有把握 因為其實荷環山跟所有的山一樣 你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層次 不一定要到最高的高峰 因為荷環山最高 有超過三千五百公 公尺 公尺 不是公里 三千五百公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真的很美 可以去一次 可以冒這個險 但是如果你覺得身體有些不適 你要馬上停下來 要做準備啦 你要上去 真的 最近很多登山課 真的造成我們搜救大隊很大的困難 真的 真的 自己要先準備好 對 自己要先準備好 但是真的很 胡亨貞 不要再說了 胡亨貞 還沒 你們看誰的日落 真的很值得 做功課我就沒想就好了 我要講的是在阿里山看日子 什麼 阿里山可以一去再去的 所以你先承諾我們 你扛嗎 我扛 沒有 我去是因為我自己的 不好的印象 是因為我那時候去 我上一次去的時候是 不是要搭 早上要三點多就要起床嘛 然後特別累 然後累了之後要上那個火車 不是要上山 小火車 對 那個小火車都是人 然後滿滿的人 也沒有位子給你坐 大家就忍幾人 這樣一直要衝上去 然後那時候我坐上去的時候 我一到山上的那個車站 我一下去我就跟我媽說 我說 我不行了 然後我就直接暈倒了 因為我缺氧 因為那個火車太急 然後沒有 所以我就直接暈倒 然後是那個火車站的那個員工 就拿那什麼氧氣瓶給我 給我聞 然後之後 給你做人工呼吸 沒有到那麼誇張 就讓我比較好 然後火好轉之後 日出就沒有了 啊 阿里山看日出就稍微要憑運氣 因為阿里山那裡很容易下雨 或是起雾 你就真的完全看不到日出 所以我覺得去阿里山 除非就是你也可以安排一下 其他周邊人 你可以去他的國家公園走走 還是幹嘛的 因為畢竟其實你上趟阿里山 非常麻煩 其實你沒有看到日出 你也可以看到雲海啊 兩個一定其中看得到一個 而且雲就是在你的腳旁邊 是不是 對啊 很漂亮的 阿里山這個國家公園 我們的想法跟他們是一樣的 阿里山很好玩 很豐富的 對 為了不避免再得罪這些台灣景點 是 不要再聊了 我們聊別的國家了好不好 你們各國有沒有哪一些景點 此生必須要去一次 但也不需要再去第二次哦 好嗎 有...我扛... 大家不用再擔心了 那就好 我們現在跳到國外去了 第一個就是 秘魯的天空之城 好 沒有 一定要去的 我覺得一定要去 一場仙境哦 這地方真的就是仙境 你一定要去 可是 你只要去一次就夠了 怎麼說 因為這個地方呢 就是當初我去啊 我從台灣過去 然後 花了三十幾個小時 從香港轉 轉美國 再轉南美洲 好幾個城市 再到庫斯科 那這個地方呢 因為你又要跟導遊 他才有很詳細的解說 那個導遊就花了我們大概三... 四百塊美金哦 那詳細的解說就是 他會跟你講很詳細的那個 馬丘比丘的歷史 這邊還有一張圖 那是你自己拍的啊 這個是朋友 另外一個朋友拍的 好像Key版 對... 就不覺得很像Key版嗎 而且它這個霧啊 會隨著 這個是換用專業相機拍的吧 它用手機拍的啊 這手機拍的 它很會拍照 對 它都用手機拍的 可是這一定要修一點顏色啦 對 它要調一點顏色 沒有人就這一張 妳看多好 妳就看這張... 真好 它的那個雲幕啊 會隨著時間變化 就很像一個老人的側臉 不會啦 後面這張也可以看 但就這樣 這樣喔 OK...這樣OK的就OK 然後 因為我們那個導遊啊 就花了我們大概四百塊美金吧 陪我們上去 我們是清晨五點上去的 可是你知道在這個地方喔 它的入口 廁所只有在入口 裡面是禁止飲食的 所以我們在裡面爬的時候喔 根本就是一個像是 脫水的狀態 我們在裡面啊 從早上五點多 待到下午五點 整整十二個小時 裡面是禁止吃東西 禁止攜帶飲品這樣子 入口 廁所在入口 可是我們在裡面攀爬整個山頭喔 如果妳要上廁所 妳就必須從山裡面 再繞到入口去 大概花妳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乾脆 算算算 不要喝水了 可是去那裡呢 很熱 然後我們又不敢喝水 所以從頭到尾呢 就是那個水就是 可是妳穿外套耶 防曬啊 因為太陽 因為太陽很 紫外線非常的強 然後它每一個階梯 都是大石頭 妳每一步都是要這樣子爬 這樣怎麼可能不喝水 對啊 然後椅子用到妳大腿 屁股的肌肉 是非常的累 擴約肌好痛 不是 應該不是擴約肌吧 然後呢 然後到那個地方啊 到了山頂之後 你就會覺得 哇 那個雲霧在飄 後來整段旅程結束了之後 我回來看照片 我真心的覺得 就是一些石頭跟雲跟霧 我要講的是 它也非常非常厲害 很壯觀 它就是巴西的櫻瓜蘇瀑布 哦 對 非常非常厲害 然後 因為它比較 我覺得 不用再去 第二次是因為它很遠 然後很麻煩 太遠了 為了這個瀑布 妳要先飛到它附近的機場 然後再搭車子 去到這個瀑布 櫻瓜蘇 對 然後在這個瀑布裡面 妳可以走兩三個小時 先看完巴西的部分 然後看完巴西部分 因為我自己去的時候 我那天到了 看完巴西部分已經是 它的國家公園要關門了 所以我們是在國家公園睡一晚 但是國家公園裡面 五點結束後 就沒有東西給妳看了 所以五點到隔天的早上 我們再去到阿根廷的海關 先過了海關 再去到阿根廷那邊的瀑布再看 然後才再飛走 所以因為這個瀑布 不是要這樣 特別去為了這個 而飛去 好累哦 但是 真的很壯觀 因為巴西的 巴西的部分是 妳在很遠看的時候 它很壯觀 哎呀 好美 這真的是 鬼斧神功 對 然後在阿根廷的 阿根廷跟巴西的部分 不一樣 是因為阿根廷 妳在看的時候 它是很近距離 所以它會比較有那個震撼感 所以它就直接在妳眼前出現的 再來一個形容詞 小梁哥 這真的是 鬼斧神功 這個我有去過 可是妳知道去的時候啊 因為巴西那邊是很熱帶 是這種 旁邊的蚊蟲超多 對啊 所以妳都要備好那個蚊蟲藥 而且不是 不是 不知道是什麼蟲會咬妳就對了 阿根廷 所以它們都是要備好蚊蟲藥 然後它真的很熱 然後要走很長一段進去 可是那瀑布看完之後 妳就會覺得 鬼斧神功 對 妳懂我的意思了哦 就是鬼斧神功 就是這樣 我懂妳明白 懂明白了 那妳們覺得那個 天啊 我的天啊 世界奇蹟 艾基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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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壯觀 我覺得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可是我本來來艾基 不是看到金字塔 本來來艾基 就是去紅海 玩水 去海邊 看看紅海 到底有多美多漂亮 可是以後 我們跟媽媽想一想覺得 其上我們都來艾基了 應該要去開羅 看看金字塔 對 可是我覺得 那個還是已經要出的地方 可是去一次就好了 因為還是 那妳是有進到那個塔裡面嗎 有啊 裡面很那個 很涼很冷 很 很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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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很熱 真的很熱 很多人 它其實上面是石心的 然後金字塔 它是一個地道 你只能往地下走 它的入口非常的小 所以其實 如果你是比較胖的人的話 你根本進不去那個金字塔 真的喔 那裡面非常的悶熱 有一台電風扇在吹 你要往地下走 就覺得你好像 往地底世界在走一樣 裡面很熱 空氣全部不流通 你會覺得很難呼吸 如果你有那種什麼 有秘密恐懼症 對 恐懼症的話 你會覺得你很想要出來 然後就是 裡面看到一大堆就是 那種 有骨頭的東西 就這樣 你就覺得 好 我就 與其說我來看金字塔 我去一次就夠了 如果你想看第二次的話 你就回家看變形金剛4 就夠了 人面師生應該也很壯觀吧 這胡說什麼 真的啦 真的啦 人面師生很壯觀吧 很壯觀 可是因為你只能遠距離 你只能在周邊這樣子看 而且不是很清楚 所以你倒不如就是看變形金剛4 因為它有一幕很清楚 是機器人攀在那個金字塔上面 那個最清楚 你看到這整個大自然的景象 你有沒有什麼形容詞 我跟你講 真的就是拍我 鬼虎神功 跟你拔下去 鬼虎神功 會不會觀眾又罵說 我們到底我們在念詞 不是 真的就是你要去一次 你才可以感受到那個金字塔的威力 但是真的很多地方 真的都可以去 比如說像死海 也是世界文明吧 一定你也去 死海我也去啦 但是你會發現 你去到那邊好臭 為什麼 因為死海是這樣子 你要扛喔 你要先講你扛喔 我講真的嗎 因為死海 死海啊 就是啊 因為它變形 你變什麼音啊你 節目經過變音處理 因為 裡面都沒有任何生物可以生存嘛 它就是一個死掉的海 所以叫死海 因為它死了 對 因為辦法游泳 所以那個 我們下去 死海最有名就是什麼 死海泥嘛 你幹嘛啊 死海泥嘛 然後導遊就說 那個地底下 海底下全部都是死海泥 然後我們大家就一群人 話也沒聽完 就衝下去之後就開始抹 抹完之後就開始 臭臭了 好錯 你說死海泥抹大便 因為你要知道那種 它那個海裡面 已經都是死掉 沒有任何沒有生機 所以說 你們 各位 你們趕快撐臉 沒有辦法活絡 這是真的 那我們這件印象中的這些 是在你 都是已經挖起來 經過處理過了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抹嘛 大家抹臉上 抹身上 抹完之後 我跟你講 洗完之後 曬傷 因為它裡面那個你全部都是那個 鹽分 對 鹽分 然後 跟你長期有那個 你看光照射 對 折射 但是敷完之後 皮膚真的還是不錯 對啊 還好你有補這句 不是 而且還是這個可以浮起來喔 我覺得還蠻好玩 因為那個也太高了 那個一輩子就要去過一次 駐臺代表打電話來 沒有沒有沒有 這講我們是 分享我們遊樂的 點書搜尋胡瑩貞 兩種東西 我要講的是 世界七大奇境之一 萬里長城 這 這一定要去啊 那你去過了嗎 你在那邊 我現在說的就是 我2010年第一次我去北京 跟那個東北哈爾濱 是 冬天下雪不聰明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如果你要去這個長城的話 你知道有很多不同的路段 對 然後我們打聽之後 我們聽說一個叫做 好像是最 那是北北哈爾濱 對 最容易上去 對 最容易上去 然後它好像距離那個北京市區 不是那麼遠 快一個小時 可是呢 如果你們要自己開車的話 也很難可以到 因為他們通常有一些類似集中心 然後你要搭所謂的接駁車 你要跟其他的來自各國各地的人 一起搭 那個已經好不容易 你知道嗎 有美國 英國 因為我根本他們就是壓通 就是激通壓槳 我在那邊幫他們翻譯 半個小時就好 我們那個Price OK 然後我們就開車開開開 一個小時 你剛剛說我們到那邊之後 你們說 你們現在慢慢爬上去 你們會看到風景 風景 說到風景我活大了 你知道那個雪多到 手剩就是根本不見那個手指 所以我說 我怎麼可以看到風景 沒有關係 那個堅持的力量 我們一定要爬到最高 然後呢 我跟妳說 真的很值得 因為最高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這樣 好美喔 漂亮 好浪漫 好浪漫 很浪漫 但是路上陷進很多 對啦 因為這個 我要先稍微修一下子 因為其實路上有很多 願意幫忙的人 可是 你知道嗎 天下沒有任何 白痴的午餐 所以他們幫忙的話 你還是要給錢 可是一開始你就不知道 所以變成說 到最後你身上沒有錢 可是他們還是會跟著你 跟到飯店去 好 這個不說 還有另外一件事 你到最高處的地方 你的腳開始發抖 因為如果你不習慣的話 真的很累 你知道前不久 有一個義大利的 時尚界優名的女人 她白痴到什麼程度呢 她就穿高跟鞋 哇 怎麼想 沒有 因為她要拍節目 她覺得她比較可愛 她可以戴上去換嗎 沒有 因為她們 她是使勁節目 她們一路一直都要拍她 偷拍 她穿那個披紅色的 她腳下來就毀了吧 沒有 對 他們就必須要搭 叫那個救護車 她還有想信用說 你可以擺吃到這種程度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對觀眾朋友說 一定要去 但是 最好比年冬天跟夏天 因為夏天會熱死 我跟你講 我上次有一次就是夏天去 然後她那人攤販 就有在賣那種厚的帽T 我想說明明熱的要死 為什麼還有人在買喔 對啊 然後她說 然後就叫我們要買 我說好 她叫妳什麼 姑娘 然後呢 我們就買了之後 我們就上去 上去之後 果然真的會冷耶 會涼涼喔 對 她上面會涼涼 因為妳要吃到萬里長城 妳上去不是立刻下來 妳要走很長一段 然後下來的時候會冷 然後呢 她的那個石頭 因為以前古時候蓋的 它不是像現在這麼平整 就像妳剛剛講 她的石頭是有很高 很大一階底 然後忽然間下一階 可能又變很小 所以其實她很不好踩 對 然後呢 她的路又很斜很陡 對 所以一定要穿球鞋 一定要球鞋 要防滑 或者是那種登山鞋 才有辦法防滑 對 其實她現在很貼心 有一個地方 它是可以 如果你真的走不動 它是有一個像溜滑梯那種 是 可以讓妳直接滑下來 當然 那個要 要付費 對 因為有些人真的走不完 那個真的太累了 覺得擠光是一定 太強了 好棒 誰一定要去啊 對啊 所以我們家 我們住芬蘭的南部嘛 可是芬蘭的南部沒有擠光 只有北部才有擠光 所以我的哥哥 因為我住 我們全家住南部 可是其實我自己個人 還沒有看過擠光 有一點羞恥 對 因為台灣人都會問 你看過擠光嗎 幾次 然後就 不好意思 你在芬蘭都沒看過 對啊 我沒有 因為南部真的沒有擠光 可是你追擠光的話 你要有運氣 因為你真的找不到 有時候真的是找不到 我哥哥他開車 開五個小時到某一個地方 然後一個很偏僻的地方 然後那時候 最冷的時候是最好找 對 所以他是 好冷喔 要穿什麼三四層衣服 超級冷 追到那邊喔 就一直在等 等好幾個小時 他等好久耶 對啊 跟他的一些朋友等 可是他後來就真的拍到 可是你看 他沒有在 你看電視上 他就 整個天空都是超美的 有看到這樣一條很好的 也不錯了 所以我自己的建議是 你不要去追他 你要好好享受大自然 然後不小心看到 你就很高興 可是如果你期待就是 我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你就會看 就是看不到 對 去這裡花了多少錢 我一定要看 像我就是 因為我跟小田去嘛 我們兩個就是很期待說 我一定要看到極光 所以我們就是連追了七天 七天 我們在冰島追五天 連續五天呢 都是暴風雪 就是運氣很不好 五天都遇到暴風雪 五天報名極光團喔 然後就是每天新聞就說 紅色警戒暴風雪 可是我們在冰島 不能浪費時間 浪費錢啊 每天錢都在燒 所以我們照樣在冰島玩 那個雪跟風吹到喔 我是抓 小田田是抓住那個電線桿 他人會歪掉 遍鯉魚騎那一種的 我們都照樣要出去玩 後來冰島 好瘋狂喔 那個風雪太大 你知道嗎 這麼穩重的人 還會被吹成這樣 然後我是在那個港口拍照 321 有一個那個陸客幫我拍照 他說3211的時候我不見 因為我掉到那個 港口下面的平台 整隻腳摔到都黑色那一種喔 五天冰島沒有追到 但是我們就說 我們一定要追極光 後來去芬蘭追 芬蘭追的第一天沒有追到 剩最後一天被我們追到了 那一天是凌晨2點多 我們就是半夜12點的tour 到最北極圈裡面那個 拉普蘭那個地方 非常的冷 那時候剛好是 最強的寒流來 零下32 29到32度 然後晚上又特別冷 我們穿那個雪靴啊 因為它積雪太深了 雪都已經跑到雪靴裡面去 整個腳都失掉了 那妳看極光一定要在戶外 因為它極光出來很快 妳一定要跟它合照到嘛 所以所有人都在戶外等 後來真的 然後那個導遊大喊說 極光出來了 極光出來了 出來了 那是誰啊 其實妳就自己畫 妳自己把照片 妳就自己把那個照片 洗出來 然後用綠色的螢光餅 其實妳用Photoshop上面 記一下就好 在這裡 而且妳那照片真的看不出來是妳 妳要說是玻璃也可以 我跟妳講 我等了五個小時 我快要截肢了 然後妳知道她出來 我正在那邊等了五個小時 我一直很冷 非常的冷 一直在喝熱巧克力喔 五個小時 極光一出來了 開完照 馬上上車 七天花了多少錢 我是 我們總共去二十天 大概花了二十五萬 二十萬到三十萬 對 一天差不多一夜晚多 冰島就快要花十萬 冰島最貴 冰島最貴 冰島很貴 很貴喔 很貴喔 早知道就去芬蘭就好啦 對啊 早知道就拿螢光筆畫畫啦 是不是 冰島是真的很貴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去冰島 我前面先去芬蘭 我也是追極光追了四天 也是追極光對不對 我前面四天去芬蘭追 完全沒追到 後來我去到冰島又追了幾天 然後呢 我要先講冰島很貴這件事 冰島是貴到那種就是 我來給妳們看一下 一個這個 串燒 這樣 一串 它就是個烤肉串 一串台幣六百 對啊 有 盤子可以帶走 對啊 就是這樣 然後你可以帶走是那個木叉 這樣子 一串這樣要六百 然後還有這個 那我覺得肯丁便宜多了 真的 肯丁香肉吃醬 然後還有小龍蝦 這一盤很少喔 你看它其實大概就是一隻 剖兩半 然後大概有兩隻吧 這麼一小盤 台幣四千 哇 小龍蝦還不大龍蝦 是小龍蝦 它上面就焗烤一下這樣而已 因為你看它旁邊的醬料盤 都比龍蝦大 對 真的 它龍蝦超小 然後還有像那個 大家去冰島一定會去的 藍湖溫泉 對…這我有記 對 如果不是住裡面的住宿的話 你單趟要泡 大概台幣也要五千 五千 五千 泡一下五千 而且你根本不會想要泡太久 因為太冷了 你大概十分鐘你就起來了 對 那五千塊就飛了 然後我們還有去參加那個 冰川健行 我上次穿恐龍裝那個 冰川健行也要台幣一萬 一萬 超級高 你去那邊消費高到一個 很誇張的地步 雖然說你冰島是真的很漂亮 你可以去到那邊看到 每隔十分鐘 車程就有很漂亮的景色 可是你就會覺得 哇 這麼漂亮的景色 看過就好 你去冰島真的要噴很多錢 我要噴很多錢 我跟小甜甜每天煮泡麵 就去超級市場買那個湯 買菜自己回來煮泡麵 我們五天也是噴了大概七萬吧 七萬還八萬 哇 會到林圖 就是這樣 我們都坐公車都走了 而且我剛剛有講到 就是我們後來有追擊過 這個值得很厲害對不對 可是我跟妳說 我們是前面四天在芬蘭 後面七天在冰島 然後我就是已經追到最後一天了 這個照片是我朋友拍的 我本人沒看到 然後所以後來 我還是隔天早上起床 我就看到我的那個 Facebook的背景 然後就大家都說 哇 妳好棒喔 妳有看到極光 我說沒有啊 昨天發生什麼事 那妳就再去冰島追一次啊 去吧 去了吧 我覺得就是冰島 花費真的有點高啦 就是其實可以去 北歐其他地方追 在芬蘭其實就沒那麼貴了嘛 來 芬蘭比較便宜一點 對 但是妳不是在芬蘭也都沒看過極光嗎 是耶 對啊 你知道我身為義大利人 我不知道這個地方 覺得相當丟臉 相當丟臉的一件事 我來到台灣才知道 有一個叫做蘭洞 很義大利 而且你們聽到蘭洞有沒有 你們說 你們聽到義大利 你們說你有沒有去過蘭洞 你知道嗎 義大利人很少 有人知道這個蘭洞 是嗎 為什麼 因為對我們來說 它是一個相當危險的地方 怎麼說 我現在給你們看喔 這個是我台灣朋友 他去的時候 然後幫我拍照的 這個是外面 就感覺還好對不對 對啊 可是我們先講 如果你是從納普利 最近的城市納普利 納普利 納普利披薩那個嗎 納普利 對 搭一個小船 然後要過去 不到一個小時 都要超過一萬塊台幣 什麼 光那個船票 好沒有關係 坐這種船 是 沒關係我們就願意花錢嗎 對不對 結果到那邊 如果你真的要進去這個洞 很容易撞到頭 如果你在裡面太久的話 也很有可能 你就出不來 因為它水淹起來 對 坐的地方就是 它叫做 Victoria Falls 維多利亞瀑布 然後它也是 我是那個小學畢業的時候 我們有去畢業 高中畢業 去畢業旅行 然後那裡有幾個活動 所以我去 這是怎麼了 高空彈跳啊 對 所以我們 這樣嗎 差不多 我這樣跳出 我是這樣跳出去 跳出去 為了拍照 為了拍照 可是應該看得出來 我褲子有東西卡住了 又濕了 對 濕了 反正呢 就是 那裡有幾個很刺激的地方 你過去他們可以 他們說就是 生活在世界的邊界 因為這個瀑布呢 基本上也是 它有 它是三個國家的界線 這個瀑布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八月到一月份的時候呢 它的水量會下降 所以就會出現那些岩石 就會長這樣 就可以拍這樣子的照片 這樣會不會水拍喔 不會 一個浪打過來就掰掰了 可是重點那些遊客也很有特色 重點 重點就是 一定要八到一月 這個石頭才會浮出來 水才會下降 對 然後下降呢 它那個岩石其實蠻厚的 所以不會危險 但是呢 他們政府的光網 就有說 這個瀑布是很危險的 你如果要去就是 你會有生命危險 這很恐怖耶 對啊 我看到腿都軟 所以很多人就是為了IG的照片 去冒著生命危險拍這個照 現在已經沒有照片這樣了 現在就是爆炸都是人 到處都是人 所以這個地方又叫什麼 魔鬼池喔 對 好像中文有一個字就是稱它為 魔鬼池 對 就瀑布開得 對 魔鬼池 是真的很漂亮 死亡池 我要講的是 另外一個很值得去的地方 就是瑞士的少女風 少女風很漂亮 對 少女風很漂亮 她非常壯觀 你要坐一個歐洲最高的火車 然後30多分鐘上山去到最高 然後一樣 到了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去的經驗是 我們去的時候 我一下火車 這次不是我 是我妹妹 她暈倒了 怎麼了 因為缺氧 所以上去是有一點危險 就是要避免不可以有太大的動作 或是太... 又變那個男的是誰 怎麼長好還唯一 這是她老公 她老公 哇 那結果咧她... 而且很危險 而且她們沒有那個呼吸... 那個什麼... 氧氣片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是 直接要趕快跟大家借那個... 他們有那個... 只有那個輪椅 所以我們要借輪椅 然後趕快要下山 然後我們才剛下火車 就要下山了 所以我們是輪流兩個兩個 趕快去外面拍照片 回來再送我們妹妹下山 這個地方你們應該知道 嗯... 這一大世界那個啊 希臘小街 對... 小人口也有啊 這個地方就叫 因為很多人說Santorini Santorini是這個大 然後這個是小的城市 嗯... 所以叫Oia 所以其實在這個地方 最有名的是西洋 西洋 西洋 對...所以很多人很想去那邊拍照 嗯... 我也在大學的時候 我也跟朋友們去 其實地方真的很美 因為... 因為這個房子很特別久 世界上就在這邊就有這樣子 你知道啊 屋頂個爛爛的 然後房子拜拜的 對... 你去那邊其實非常非常美 但是問題是什麼 因為這是歐洲 算是說很有名的地方 因為歐洲人很喜歡去那邊旅行 所以有人太多 非常非常急 然後在這個地方路小小的 對...聽說那邊什麼 是不是只有一條可以走 對...沒有 那邊有很多條 是路真的小小的 但是問題是什麼 因為很多人那邊很想拍照 所以你去一個地方 如果你看到很漂亮的風景 要排隊 然後有的時候要排隊 10分鐘15分鐘 因為每個人會拍很多 對... 所以覺得我好煩啊 然後我們去看 夕陽的時候 也要拍照... 也要派對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人也很多 嗯... 真的耶... 所以其實我們派對的時候 拍得很久 就來不及 其實這個淡水也有啊 對啊... 也有... 因為在這邊 在這邊感覺... 對... 對... 在這邊感覺普通的 其實真的非常美 因為在希臘 那邊就天空非常爛 然後你看水 然後看他們的房子 美麗得不得了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去 但是就...人太多了 嗯... 因為問題的就是 如果大家去那邊就看一看 那就OK 但是因為大家去那邊就拍照 啊...人好多喔 太多了 好... 這太可怕了 真的... 這人太多了 而且...而且他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沒有辦法消化觀光客 他人多 我...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有發現他一個缺點是 他中午吃完飯之後 那邊的店家會關門 他們會午睡 嗯...就是大概兩點多左右 比如說我要去買東西 我要去買一些配件啊 或者是小東西 他們就把門關起來 然後在裡面吹冷氣這樣子 嘩...睡覺 他們就不營業 那變成說我們這些人 我們...我是坐郵輪去玩的 所有的人就只能在大街上 這邊看來看去 然後拍照 沒有地方去 所以他那個路很小 都是山路 沒有地方去 就只能在街上啊 拍照到處走 所以每一個景點都要排隊 喝咖啡那些也都沒有 有...有喝咖啡 他們差不多四點開始 他們就... 因為...這個真的 從兩點到四點 可是從兩點到五點 他們休息 對 因為西班人覺得 休息的時間就是休息的時間 他們思維他們想賺錢 他們覺得是合理的 對...那我們要幹嘛 觀光客要幹嘛 沒地方去 所以都在外面 有地方四點開始 有...四點開門 有地方五點 然後就...大家就去那邊 買咖啡也要排隊 因為很多人馬上知道 四點五點就...去那邊 就...去喝咖啡 因為大家很想看... 呃...是... 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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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的地方是什麼 哪裡 來俄羅斯 已經要出的地方是... 哪裡 紅場 對 裡面超級大 超級漂亮 而且 父親的辦公室就是在那邊 可以關節 關節很好玩 母親的辦公室 那就是總統府的意思就對了 對 所以連我自己是俄羅斯人 覺得 去一次就好了 不需要去接二次 太大 太大 太多人 排隊很久 到底有多大 中正紀念堂 那麼大嗎 就是... 就很大 不是... 就很大 可是妳跟妳講很大 妳要不要嚇她用成語形容 不知道比起來有什麼 不是 是比如說幾個足球場大呢 還是說像中正紀念堂一樣大呢 應該... 三個足球 三個足球場耶 超大的 超大的 三個足球場 三個四個大概 就跟你講就很大 很大 超級大 對... OK 我要講的是我們羅馬之光 羅馬之澳 是... 就是羅馬競技場 一定要去 可是妳知道嗎 我現在有學那個佩多洛講話 就是按照我們意大利政府的官方統計 即是百分之七十幾點幾的意大利人 他們根本從來沒有進去過這個競技場 不驚訝啊 對啊 因為妳知道我在讀大學的 因為我是托斯卡尼人 可是我媽媽她是羅馬人 所以我媽媽的父母都在羅馬 那有阿嬤說 那個阿嬤妳有沒有進去過這個競技場 它裡面這樣怎麼樣 她說... 我又沒有進去過 她說... 怎麼可能 她還有一說... 對啊 她說... 她說... 沒有 她說... 她說... 那我說... 那我說... 妳... 都快要八十歲了 怎麼可能 而且她是羅馬 你知道嗎 就是... 當地出生長大的一個人 她從來沒有進去過 我說不行 這樣太不像話了 我說來 走吧 我們馬上去大地鐵 我會帶妳進去 然後我們去那邊 我跟妳講 光排隊真的會瘋掉 妳大概要拍四到五個小時 天啊 然後呢重點是 當時... 我不知道現在 當時那個門票相當貴 現在好像比較便宜一點 因為逛逛客比較多 但是當時我們付了二十歐 就八百一台幣 然後... 我沒有便宜 我真的以義大利 我們歷史悠久 以我們的文化為傲 但是競技場裡面 真的是什麼都沒有 耶 就是一堆石頭 一堆廢墟 好像一堆海灘一樣 可以拍到那些石頭 你們不要罵我 我是... 就是論事 陳述事實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 然後我媽跟我說 我媽跟我說 親愛的 妳繼續逛逛 我去外面吃個披薩 我在外面等妳 我說好吧 那...我也受不了 所以我去外面 跟她一起吃披薩 然後她跟我說 孫子啊 妳不會覺得 從外面看這個競技場 比裡面看的競技場 有氣氛太多了 我跟她說 合理了 我必須跟妳同意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從外面看起來 真的很美 壯觀 但是我必須要跟妳們講 很小 沒有妳們像山中那麼大 沒有很大 它其實應該像那個 中山足球場這樣吧 沒...沒那麼大 沒那麼大 但小一點啦 羅馬競技場一定要進去過一次 因為其實它裡面 它現在很多的那個講解 有中文的 對... 所以我們就... 一次就夠了 一次... 一次就夠了 因為它裡面其實還是有很多故事 比如說大家是在哪裡 什麼樣的階級人坐哪裡 可以看這個人獸鬥 然後獸鬥關在哪邊 然後以前他們如果輸了 怎麼樣處理 其實是滿有趣的 要想講 一定要去 回家的 回家的 妳講了那麼多沒有照片 我有照片我借妳 喔...好... 妳還不是在外面拍 還不是在外面 對 妳有進去嗎 我有進去 但裡面沒有東西拍啊 外面拍比較漂亮 裡面就是石頭 對啊 就廢墟 對啊 因為五個故事 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紀念北 對啊 所以其實地方很大很大 非常大 然後這個地方是 九百一千年前改的 對 因為地方超級大 我們就買了三天票 然後第一天我們就去了 最大的寺廟 那個地方非常美 對 今天是 我這邊沒有照片 可是就... 只是其他的 對 沒關係 等一下造群可能有 對 所以... 那個寺廟非常美 但是問題是什麼 這是都在外面 所以妳要在外面走來走去 然後要那邊拍照 然後柬埔寨比台灣熱 對 非常非常熱 對 台灣那個 因為我去五月去了 那個時候那邊36度 然後因為我放了很多防曬 可是還是很熱 所以因為那邊我們走我差不多八個小時 我晚上就到房間的時候 就曬上了 而且吳哥窟的什麼大小金邊市 它是完全沒有遮音處 完全沒有 然後妳光從外面走進去 就大概要花十幾分鐘走到最裡面 超熱 熱慘的 而且我那時候去的時候是42度 然後我就是 太熱了 然後那時候根本妳也沒去過 妳根本也想說應該會有樹木啊 什麼完全沒有 完全曝曬 完全曝曬 曝曬 就是曬到就整個額頭變地圖 妳知道嗎 就是整個裂開這樣子 那要幾點 要幾點起床去啊 因為他們七點開始 所以妳可以覺得六點離開到那邊 六點 對 應該六點半離開 七點到那邊 所以從七點到九點還可以 但是從九點開始變了熱色了 所以第一天我們去的時候 其實地方很美 我們覺得哇 然後第二天 我很不舒服 覺得 可是還是還可以 但是第三天我已經受不了 我就跟朋友開始抱怨說都是石頭 是啊 都是很舊的石頭 那邊第三天 那邊很累 而且他那邊很快就 日...就是... 就是日落了 沒有 他大概四點到五點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從那個寺廟出來 他就會完全就是治療 變黑 好啊 那麼快喔 而且會很恐怖 而且沒有燈 請問有沒有人去過那個 太基馬哈林 我去過 那...如何 我覺得很美耶 就是那個大理石 然後你會被他們的愛情故事感動 因為他是蓋給他的愛妻嘛 但是你就去一次就好了 是可以進去看嗎 你可以進去 它有個大廳 大店可以進去 可是你要進去到太基馬哈林的話 它有一條很長很長的路 到處都是人說 他要幫你拍照 幫你拍一個很漂亮的唱片 可是人太多了 很熱 而且我去的時候是淡季 就是夏天 但是便宜 因為我都挑便宜的時候去 多熱啊 四十五度吧 四十五度啊 四十五度的時候 我去啊 便宜啊 然後所以就是 去一次 你把照片拍了 你就走 你就趕快走 而且我可不可以講一件事 因為我最好的朋友 他有去 他也是女生 我想說如果你是台灣人 因為你知道台灣 夏天窗很少 那邊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拍照片的男人很美 可是怕旁邊會發生很多 搶劫嗎 你不知道的事 但是 現在有很多當地人 他們會做一些 可能不搖的動作 針對你什麼的 所以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就是那一步很漂亮 你可以投入你的相像 你去想他們的愛情故事 但是就走了 就拍照就走了 我覺得你一定要在這 你世界上要選一處的地方去 我覺得可以去 就是真的就像動畫裡面 就魚群啊 然後很多所有的生物都在裡面 好像就是一個地下的世界這樣 海底世界 然後這樣 哇 魚又來又去這樣子 什麼都有啊 可是你游到那個大段層的 那個位置的時候 你一游到那邊 你其實會怕 整個是黑的吧 就是一下去游 但它陽光打下來的時候 還是可以看得到一半 大概可以看得到五層樓高 可是再往下看 你就會覺得說 隨時會有一個東西 哇 把你咬下去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可是我覺得就是 可以去一次啦 因為人家說 那裡是世界的一個水族館 對 你去那邊感受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忘記那邊的 就是你世界的時間 你就會忘記 它很悠閒 很悠閒 是不是覺得 其實世界上好玩的地方 好多 很多 太多了 今天講了好多 哪一個是你心目中 一生要去一次的 趕快去喔 是的 去他然後拍幾張照片回來給我們 看看到底有多鬼斧成功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歡迎們志祺強 下次見 拜拜 謝謝大家